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健康美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喜欢玩具熊 所以我超爱这个草莓熊 那天我就突发奇想的想DIY自己的一个草莓熊蛋糕 下面请欣赏制作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蛋糕配的原料 这是一个低油低脂的蛋糕配方 健身的人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我还特意用了葡萄籽油感觉会更健康一点 准备两个无油无水的盆 分离蛋黄和蛋清 把蛋黄打散之后倒入水油香草精 面粉过筛之后倒入蛋黄糊搅拌均匀 打发蛋白最好分三次下糖 这样蛋白更容易打发膨胀 用干净的打蛋头把蛋白打发到气泡发白如左下角图示所适时下三分之一吸沙糖 蛋白打发到气泡系里 但提起打蛋器 蛋白还是会滑落盆子里时下第二次糖 当蛋白容易附作在打蛋头上时下雨下的糖 打发到盗盆不掉 提起蛋白霜能弯起一个小肩钩就可以了 要三分之一蛋白霜到蛋黄糊中拌匀 混合均匀后倒入剩余的蛋白霜中 然后刮刀紧贴底部向上老起轻柔的拌匀 放入蛋糕膜后震出大气泡 取出蛋糕倒扣晾凉 当蛋糕完全凉透后我们开始轻轻的涂手脱模 我先做了一个淡粉色的奶油 用的是草莓和蓝莓的果浆调色 然后放了糖味道也酸酸的很好吃 加入糖和果浆 低速打发淡奶油直到奶油变抽 然后期间可以尝一下奶油的甜度 如果觉得不是很甜可以再加一些糖 根据个人口味条件 然后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另外一种颜色的奶油 只不过把果浆换成了食用色素 看它的眼睛一共有三层 炯炯有神的 看一下眼睛的圆形 好了 现在我要用这个巧克力酱 把它组装起来 是不是还挺亮呢 因为我没有专业的抹到 所以只能用餐具刀先凑合一下 这个是我提前切好的草莓片 宝贝 OK 现在我们要放鼻子眉毛眼睛 脸部填充完毕 这个地方楼头好像脂肪有点少 给它来点脂肪填充 OK这样看上去饱满多了吧 Unbelievable See 看一下我这个熊脸 好像还挺像这么回事 最后一步就是用巧克力酱 给草皮熊画一个坏坏的弯弯的嘴巴 Happy Birthday 熊哥 熊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小金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吃点了 Atlantic 好残忍哦 finances 你看看里面 咯咯咯咯咯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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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我第一次做的还可以吧 应该吃它毛多的地方 再切一块 吃饱喝足后 我们来看一下制作生日蛋糕的基本工具 主要有厨房秤 两个不锈钢大碗或者玻璃碗 面粉筛 橡皮刮刀 手动打蛋器和电动打蛋器 烤蛋糕圆磨 裱花袋和裱花嘴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烤箱 我觉得这个是全网最简单最详细最健康的蛋糕视频了 特别适合蛋糕小白 我其实花了蛮多心思在里面的 希望大家都能DIY自己的蛋糕和家人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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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